POPP也挺麻煩的 首先給你一堆數 X1 X2 這樣排好 然後去到這個數字X6 Min 是 M1 R1 Variation 是 V1 Variation 和 Standard Diviation 有少許分別 Variation 和 Min and Variation 代表了 Square 而不是 Square root 相差 然後數字就更新了 每一個數字都乘達了兩倍 2X1 減3 然後再在尾門加多一個數字叫2M1-3 這個陰險的地方是甚麼 1 它將這個數字放在尾後 好像幫你排了那樣 但其實這個不是尾後 這個很陰險的 這一個數字擴大兩倍 我首先挫最簡單一個M2 M2是最容易做的 所以我先挫M2 M2是甚麼意思是Min SunMin 意思是看著它 它是擴大兩倍 SunMin 接著擴大兩倍 減3 即是加負3 即是換句話說 SunMin 也是減3 OK 所以這兩個都是SunMin 跟著這個數字和SunMin一樣 即是沒有影響 即是沒有影響 凡親加了和Min一樣 加了8個都沒有影響 所以就 remain unchanged 這個數字加進去 所以這個SunMin 就是M2等於2M1-3 OK 可以嗎 既然是這個Min Min 就不會一定是最大的數字 所以它不會放在尾後 尾後數是這個 這是涉入中間的 這是很陰險的 為甚麼呢 陰險是R2 R1簡單 大數減細數 最大的數是x6 最小的數是x1 x6-x1 好嗎 因為這個符號 代表它是由大致小排列的 不過這裡陰險了 它放在最後 但其實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屬錯的 不過不要緊 題目照去 你知道香港人出的題目 都是亂來的 所以因此來說 得出的結論就是 這個不是最小的數字 你放回上去 因為這個數字已經算出來 是Min 既然這樣的話 就是把最大的數字 減最小的數字 減了之後 就會出到這樣的狀態 然後3 負負得性弱了 這個 common factor 2 抽出街 感觸的法度是這個樣子 而這個樣子 剛好是這個樣子 即是兩倍是對的 所以第二個都是對的 好 到第三個 第三個最煩的 Standard Diviation Standard Diviation 我先打個V1出來 V1的話就是Square 因為它不需要Square 然後相差 overloat 很簡單 一邊加一邊加 V2是甚麼呢 每一個數都更新 由X1 就更新到2 X-3 Min是M2 都是Square 然後一邊加加加加加 它尾門多了一個數字 就不是這個數收尾 它做了一個尾門這個數 這個數 但這個數其實是一個Min Min-Min 就是0 所以加這個數是無影響的 所以這個不理 即是前面的尾門都是這個數 OK 那我做一個來看看 這個減這個 那個所謂的M2是甚麼 就是剛才我們A part做了的 Original的M2M1-3 套回去 2M1-3 然後你發覺了 復復得正 不要 然後二抽出街 然後出到這塊 然後將Square 將二抽出街 四次方 四 然後這塊 這塊是甚麼 就是這塊是餅印的 即是換句話說 墳墓的部分是完全沒有變的 全部都是這塊 但是墳子變7 為什麼 因為它多了一個數 哪個數 這個數 所以是7個數 然後這個數 分子沒有變 就來了 就是這個 我當作Consent 這邊是4Consent 為什麼4 因為這裡是4字 看到嗎 然後為何over7 因為它多了一個數 然後上式 除下式 不見1螺色 把Consent 踢走它 就變成4 6over7 個V1 那這個數 就是這樣 那一定小過甚麼 單膏四倍 因為這個數是0點幾來的 不是1 所以這個第三個都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甚麼 1 3only 2reject 看到 1 2 1 2 2 2 1 2 2 2